第二題很明顯是一些因式分解的題目 因為它將六項最後的選項變成什麼 很明顯是要你做因式分解 所以第一項要看有沒有辦法抽功恩 六項是沒有共通的 但如果你將它分組 每兩個兩個一組 每一組都有一個功恩抽出來 所以第一組AX加AY 可以抽A出來 剩下X加Y 第二組-BX-BY 想要的是正X 但現在有負 所以你要抽的是-B 而不是只抽B -BX除以-B 就會剩下正X 同樣道理-BY除了-B 就會剩下正Y 第三組-CX加CY 第一組剩下正X 第一組剩下正X 第二組剩下正Y 現在分開三個項 一個項 兩個項 三個項 你會發現每一個項都有同一個括號 X加Y 所以我們就是抽功恩 我習慣性會把抽了功恩放在左邊 然後剩下的項目會放在垂直下方 第一個項抽走括號剩下A 第二個項抽走這個括號剩下剩下剩下B 第三個項抽走括號剩下剩下C 所以其實這個已經是答案了 不過電腦會由左至右寫 所以再寫一次讓你容易找到答案 答案就是A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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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micros pem貼的 是 測到 呻